男孩常常从自己卧室墙壁听到敲击声 他撕开墙纸发现有一个漆黑的孔洞 里面竟然有个眼睛朝外望着 男孩被吓得赶紧后退询问对方是谁 上集说到彼得被学校开除后 父亲把他关在了地下室 老师关心彼得来家询问他们之后的打算 然而马克却说不打算送儿子去读书了 由他母亲在家叫他即可 当老师询问怎么没看到彼得时 两人却百般掩饰起来 老师提出质疑彼得有危险 却让卡拉情绪激动地大喊起来 说自己难道是那种伤害孩子的母亲 哪有母亲会放弃自己的孩子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彼得好 此时彼得在地下室听到声音不断敲门 但是门被冰箱挡住 而洗衣机转动的声音也把他的敲门声给掩饰了 老师走后父母还是把彼得放了出来 夜晚他又听到了墙壁内女孩的声音 彼得说起自己被父母锁在地下室了 可女孩却警告他必须小心父母 他们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彼得提出想要见女孩一面 并且保证不会告诉自己父母 于是他在女孩声音的指引下撕开了墙纸的一角 发现里面一个手臂粗细的洞口 彼得朝里面张望看不到任何东西 于是拿了一个球扔了进去 等待对方的回应 一只眼睛突然出现将他吓了一跳 女孩的声音再次出现 说自己是他的妹妹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等他长大 大到足以一栋隐藏门的时钟帮自己离开 并告知彼得他们的父母很邪恶 隐藏着可怕的秘密 夜晚彼得睡着后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他做起疑惑地看向大门 呼唤母亲的名字 然而角落里却传来了父亲的呼唤 只见父亲用施展月牙天冲的速度不断眨眼 并质问他对母亲做了什么 彼得转头看向大门 母亲静静地站在那里 突然以诡异的姿势向着自己重来 彼得吓得尖叫大喊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但面对母亲的询问 彼得却没有告诉他自己梦中场景 第二天晚上彼得又听到了女孩的话语 说父母亲恨他所以把他关在墙壁里 如果某天彼得触怒了他们 他也会一样被关起来 彼得不相信父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然而女孩却让他去看看后花园里 埋着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彼得按照女孩的指引 来到种植南瓜的花园 竟然挖到了一个人的头骨 他吓得在母亲来前赶紧用土埋上 抱着南瓜掩饰自己的行为骗过了母亲 彼得慢慢相信了女孩的话语 女孩告知彼得花园中的头骨 正是街上失踪的女孩 有次万圣节对方来他们家讨要堂宾 女孩看到于是向他求助 然而父母却残忍地将对方杀死埋了起来 女孩说自己不想落得像对方一样的下场 彼得哭着答应一定尽力救他出来 两人一起逃离这可怕的家庭 然而彼得的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告终 他趁着母亲不在 电话联系女老师寻求帮助 然而下一秒母亲诡异地出现在房间里 吓得彼得挂断了电话 女老师没多久就打了过来 母亲一边狠狠地盯着彼得 一边告诉老师彼得想念他 但因为害羞又挂断了电话 母亲挂断电话后告诉彼得 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女老师是陌生人 对方不可能像自己和丈夫那样爱他 他对彼得太失望了 然而此时母亲发现了墙角撕开的墙纸 当看到那个孔洞后 母亲吓得连路都走不稳了 惊恐地扶着墙询问彼得他知道什么了 看到彼得没有说话 母亲气愤地把他关在自己房间 等他父亲回家再收拾他 然而就在夜晚 女孩的声音又一次出现 说自己听到了父母的声音 他们知道一切准备杀死两人 让彼得必须做点什么 彼得悄悄走下楼梯 发现父母两人在严肃地交谈着什么 然而彼得被母亲发现 虽然他飞快地逃回自己床上装睡 但父亲却开门说知道他醒着 明天一早让彼得跟自己去后花园 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下 彼得吓得一晚上没睡觉 以为父亲准备动手杀自己埋入花园的土壤里 然而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父亲给他看花园里种植的南瓜染上了黑腐病 如果不处理掉就会传播给其他的作物 接着命令彼得把患病的南瓜全部埋起来 到了万圣节的晚上 三人一起坐在桌上静静地吃饭 陆续有街上的小孩来讨要糖果 母亲用吼声把他们一一赶走 渐渐父亲发现今天的汤味道有些特别 询问母亲是不是加了什么 母亲仔细地尝了一大口 果然发现不对劲 汤里似乎有肉桂的味道 这时父亲看向没有喝一口汤的彼得 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 他看向窗外杂物间的门 怀疑儿子在自己和妻子汤里加了东西 他不敢相信地抓起彼得的衣领 问他到底做了什么 听到这话父亲无比震惊 父亲终于明白汤里的是老鼠药 所以才有肉桂的味道 立即让妻子拨打911求救 然而已经为时已晚 父亲口中不断涌出大量的鲜血 不甘心地倒了下去